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会宗稿禅师的生存年代在北宋末 南宋初 当时的印刷术已经很发达 因此留下大量的文献记载 研究宗稿的二种主要文献 一者为大会普决禅师语录 以下简称为语录 于南宋孝宗前道七年 即公元1171年编转完成 由宗稿弟子运文上奏朝廷 至迟于次年正月 即由朝廷下令 入于毗卢大藏 用广流通 宗稿语录编入大藏经 同时也保持了它的原始记载 后人无法随意善改 所以这是极为可靠的文献 二者为大会普决禅师年谱 以下简称为年谱 这本书序于宋孝宗纯熙十年 即公元1183年 修订于宁宗开启元年 即公元1205年 年谱的可靠性不及语录 但基本上仍是当时人继续当时事 也就是所谓的实录 有这二种可靠的文献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宗稿这位禅师有什么事迹 说过什么话 做过什么事 这对确定禅宗的法义原流来说 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向前追溯禅宗原流的可靠基准点 好 现在就是刚才念的两段是提到就是说 我们就是我在采取那个史料的时候 我的标准是什么 我想上一次上课的时候 我有提到过 就是我们是选定大会宗稿禅师 作为主要的专家证人 那如果说他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像宗密 宗密是因为在当时他是个大学者 有很多著作 但是就是然后那个就是残门史传也把宗密列为一个开悟的人 还把他列了 就是他还有六个德法弟子 但是就是这六个德法弟子之后 就再也没有记载了 这表示什么呢 就是说他的传承只有传了一代 他自己不算只传了一代 所以就是说 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主要的专家证人 那个宗密 宗密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在推崇他 我想以后找个时间 我再来好好看他的书 就是根据萧冰史老师的说法 他就是宗密并没有开悟 那是不是我不晓得 就是我到时候还会就是亲自再去跟他检查一遍 那就是当初以我就是作为一个学者 就是说一个从事学术工作的 研究佛教学的一个学者 我当初我抓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传承根本就没有传几代 没有传多久 那就表示你这个是进不起 进不起时代考验的 这是很不得已的办法 所以宗密就是我先前已经听到萧冰史老师说他没有开悟 所以后来我就看他真的是只有传一代而已 所以我就直接把他 就认为他不是一个可靠的专家证人 但是我还是会引用他的著作 那引用他什么部分呢 就是引用他的史料的部分 史料 事实上史料的部分基本上你不能去挑 不能挑太多 比方说就是现在我们每天发生的这些新闻事件 那他们是什么大权威者去把它记录下来的 基本上都不是 就是记录下这些事情的人常常都是一般人 就是普通人去记载这些事情 那现在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手机 手机 每一台手机都可以录音 就有很多新闻事件就这样莫名其妙的 就是有些画面声音就这样被传播出来了 那事实上就是古代的这些新闻事件 或者这些历史上的这些重点 常常也不是重要的人 就记录这些事情的人 他们基本上都不是重要的人 然后就是你不能就是挑三拣四 就在这个史料的部分 谁看到了谁把它记录下来的 你就得用 因为常常就时代越久远的话 你那些史料就越困难 好 这是我引用的那个禅元 禅元租权及都序 这个是宗密的著作 另外我还引用了那个北山路 北山路它不是禅宗的人 所以它对于那个禅宗的这些部分东西 它是有些反对的意见 但这个东西就是并不要紧 我们还是引用它 就是有关史料的部分 然后如果说是大会宗稿本身的话 就跟它有关的最重要的著作是 大会普觉禅师语录 这个大会普觉禅师语录 不是它自己本身写的 禅宗有一个规矩 就是基本上这个禅师在活着的时候 根本就是不许你去记它讲的话 活着的时候不许你记 一般都是这样子 但是这些学生还是会偷偷的记 然后等到禅师死掉以后 他们就会把这些学生记了这些东西 收集起来 然后大家把它收集成 然后就变成是语录 他讲过什么话 然后第二个东西是年谱 年谱的话就是 就是说他哪一年出生的 然后他哪一年就是发生过什么事情 这个年谱 常常是很久之后才有人去把它编出来的 所以你在世的时候 比方说如果我在世的时候 我自己写说我哪一年发生什么事情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当然也是有这种可能性 比方说如果我要去申请移民 像那时候就是去申请 有的人去申请纽西兰移民 他就跟我抢了 就从你出生到一直到你就是申请 送出申请的 你都想想细细的交代说 你这段时间做了什么事情 你在哪里求学 在哪里工作等等 所以如果说有人 就是有人到时候就是 他到时候变成是一个历史人物 你拿到这种资料 那当然就很简单 就是把他所有的这些 就是哪一年发生什么事情 上面重要的事情上面都会写了 那一般的情况并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人死掉以后 大家已经确定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那中国人有这个习惯 就会开始有人会帮他编年谱 有时候就是像比方说这个就是文人 你去研究某一个文人 那有时候就是不一定 说不定是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年谱 但是你去做研究的人 就会开始 甚至可能一两百年之后 就是你才开始去编他的年谱 这完全是可能的 当然也有可能更久 那他比方说像我如果去研究 我曾经研究过那个大会中稿 那大会中稿这年谱是本来就有了 但是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以前没有人编年谱 那我就要读他很多的东西 很多的材料 那这些材料里面会有写说 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就会刻意再把它抄下来 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年谱 那这年谱他不是只有哪一年发生什么事情 他还会把他找到的一些文献也编在里面 找到了一些跟这个人有关的东西都编在里面 所以就是你去跟他看一下 这年谱还会记载说他跟谁怎么来往 然后有什么书信的往来 或者说有写什么诗 这些都记在他能收了就收在里面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有价值 我那个时候就是先前我们有提到过 就是一个就是你研究历史的时候 你要参考什么 其实你有两个东西可以参考 一个就是所谓的实录 实录就是当代的人 当代的人去记录当代的事情 像以现在来讲就像报纸 各种就是媒体 这些都是属于实录 那现代来讲的话就是实录 就是记载的人特别多 那古代的话就会比较少 中国人很注重历史 非常非常的注重 我好像没有看过其他民族 就是像中国人就是保存了这么多的史料 真的几乎没看过 要是释迦牟尼佛是生在中国的话 一定会留下很惊人的史料 数量一定会非常的庞大 当然就中间可能还会经过一些破坏 因为他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那个 跟孔子 那个生存年代差不了多少 我没有好好去比较过 有人是说就基本上是一样的 当时有出现几个重要的人 就是还有一个是老子 然后西方 西方好像 就是希腊罗马那边 好像也有类似 就也有重要的人出生 就那个年代好像就特别重要的一个年代 那你看孔子 他留下多少资料 留下多少材料 很多对不对 比方说孔子本身他的那个 就是他的著作《春秋》 还有那个什么 就是他写了有关《易经》的一些解释 或者是跟《易经》有关的这种东西 有十种 现在都编到《易经》本身里 编到《周易》里面去了 然后 但是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的经典虽然很多 但是那个都是别人替他弄的 而且 而且有一个特点 上面都没有写时间 完全没有写时间 每次都写个一时 然后在什么地方就有写 然后谁在《听法》就有写 但就没写时间 印度人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 就是印度史就特别困难 像我将来也要去研究这个印度史 但你知道吗 就是可靠的文献太少了 那个就是古印度的历史 基本上是靠着中国人写的游记 去帮他补充进去 就是完成一些 就是重要时间点的一种考证 在那个 就是玄奘 以玄奘算是最重要的一个人 玄奘之前的话 有一个人叫法显 那法显他去了 去了印度 他有带一些经典回来 他写了一个东西叫佛国记 那玄奘的话就写了 是他让他的口述 然后让他的弟子写了大唐西域记 然后呢 就是另外还有一个 玄奘之后 大概几十年之后 还有一个叫做 还有一个旅行家 我忘记他的名字了 他也写了一个游记 就靠这三个人 把那个古印度的历史 就是那个架构才能够把它建立起来 那个真的就是佛陀生在印度 实在是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他如果生在中国就好了 就一定会留下很多可靠的记载 那这些东西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这么注重他 大家应该知道就是 讲到禅宗的时候 就是现在非常的 禅宗现在非常非常的没落 因为你会看到很多人都在讲说 他是一个开悟人 他是又是什么某某禅师等等等等的 但是实际上他讲的那个禅宝 跟历史上的那些 那些东西根本就不一样 真的就是像那个台湾这边 就是有一个 就出过好几件事情了 就是 这我就不讲名字了 因为对我来讲 就是这些人就是根本就 就是不入流 意思就是说 我甚至就是不需要去评价他 就是我甚至不需要去讲说 他没有开悟我什么都不用讲 其实你只要看 你只要来看 看真观的书 禅宗的开悟与传承 就是你 一个重点一定是 你要知道真正的禅宗到底是什么 你才不会被人家骗了 就有人曾经问过说 我们这个实际佛教学派是什么 有人就以为说我们是禅宗 我们有禅宗的一部分 但是就是我们不只是禅宗 事实上就是 他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新的宗派 就是一个 实际佛教学派就是一个新的宗派 那这个宗派的特色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禅宗有一部分 然后有一部分都要是为师 那有一部分是般若宗观 大概就是我在很多地方里面 就是我把佛教 就是我去学佛教的过程当中 我去学佛的过程当中 我找到很多好东西 那我把它 就是把这些好东西收集起来 就有点像什么呢 就好像是我到一个很大的 很大很大的 很大间的一个卖场 一间超市 然后呢就是 我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买下来 对不对 但是我今天要请人家吃饭 然后呢我就在里面挑一些 我觉得最好吃的 营养价值最高的 然后呢拿过来这边 就是我到厨房里面去炒一炒 炒出一盘菜 做出一些饭菜来请你吃饭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大家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呢 你们发现就是佛教的范围太广泛了 如果是除了少数 除了很少数的人之外 绝大部分的人没有能力把所有的经典读完 那你把他 少数人把他读完的话 就是 就是 对他自己也常常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这是我要跟大家讲一句实话 因为有的人几乎把所有的经典都读过 但是他有没有看懂 很多都没看懂 比方说像我就知道南淮景 南淮景他说那个时候他有把那个 我不知道他看的范围是到哪里的 总之就是佛经他至少 至少他说他看了一遍 那其他的经典呢 就是佛弟子所造的论呢 我相信要看完比较困难了 但是就算看完了也还是没什么用 为什么 因为南淮景还是没有开悟啊 还是悟错了 他以为自己开悟 但结果还是错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所有的重点是要导向什么地方呢 一定要实证 你如果没有实证 你读再多的经典都没有用 但是你如果完全不读经的话 很危险 像禅宗 禅宗是直接指出 禅宗是直接指出这一个 就是帝巴士的所在 但是到明朝末年的时候 就临济宗就失传了 就是临济宗已经没有人开悟了 另外一个就是 明朝末年的时候 大概剩下两个宗 禅宗分成五个派 其中就是什么临济 曹洞 云门 法眼 还有一个是 有人列出来是叫 维阳宗 你如果不注重经教 就是经教跟直指 这两个部分都要有的 所以 所以就是 曾观有一个传法记 以后我死掉的时候 大家不要来找我 说什么 你要写个记子 就是要有一个记子 你才可以死 我现在就先讲 简单来讲 就是说 我曾观所传的这个法 我用白话文讲 就是曾观所传的这个法 有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教门 教门 我会跟你讲 就是说 就是 帝巴士是什么东西 然后帝巴士跟诅法 它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我会跟你讲这些 然后就是 就是再来一个 我还会再直接指出 我还跟你直接指出 直接指出什么 帝巴士的所在 这个部分 直接指出的这个部分 是禅门的指指 然后呢 就是教门这个部分的话 我也会跟大家说 然后这个所有的目的呢 是要导向哪里呢 到时候是要让大家正德 法法皆无声 这个曾观的传法记 我以前就是没有替他写名字 是写在那个文艺佛心里面 文艺佛心里面有一个 那个就是 就是五禁记 文艺佛心里面有一个五禁记 然后最后就是 我总结了 内开 文字将 外事 直指禅 同入 不恶门 法法 皆 无声 这是真观 在那个 就是文艺佛心里面 写的一个记字 那我现在把它取一个名字 叫做真观传法记 参中的每 很多祖师 他都会留下一个传法记 那现在这个就是 真观的传法记 大家以后 如果你不知道 就是我们讲了些什么东西 你想要简单的 要知道 就是我到底是在说些什么 这个记字告诉你了 我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叫门的开示 这属于内 因为他讲的是内涵 那外事 为什么叫外事呢 因为他是向外指出 那个外延 就真正的第八事 到底是什么 不是嘴巴讲讲的 显示给你看的 真正的第八事 让你能够呢 就是一下子看到这个东西 你就是直接指出 你如果知道的话 你当下开悟 你就可以马上证得 六柱菩萨的果位 但是呢 这样子还不够 重点还是要告诉你 要同入不二门 就是我们一起 老师跟学生 能够一起进入这个 不二法门 不二法门就是一整法界 你到了一整法界以后 你就会知道 法法皆无生 就一切的有为法 其实从来都不曾出现过 从来都不曾出生过 这会让你证得 无生法忍 那无生法忍 是七柱菩萨的证件 好 这是正观的凡法 请大家就是 好 你去看文艺佛系 里面有了 好 现在我们再往下 再往下 再看一下 看一段课文 除了宗稿之外 本书也将与宗稿交友的 世大夫 主要是 他的世大夫弟子中 以悟道者 纳入研究范围 这有三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 这对我们判断 禅宗开悟的果位 是很重要的 因为中国的佛门典籍 对于出家人 以及已开悟的在家居士 倾向于 隐晦他性格上的缺陷 或者德行上的过失 所以 我们不容易看到 这方面的记载 但是 正史和儒家典籍的 撰作者就不然了 他们不但不会给 禅门悟道者任何优待 甚至 还将世大夫学佛 视为负面材料来处理 宋史 批评张九成 九成严丝精学 多有训诫 然 早与学佛者游 顾其议论多偏 就是一个立证 好 我们现在先来讲这一段 就是我这本书里面 就是除了大会中稿的生平之外 我还去考察了他的世代夫弟子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大家你要知道 就是说 就是中稿 中稿在佛门的证实里面 几乎没有提到 在儒家 儒家学者编的证实里面 几乎没有提到 是附在什么地方呢 是附在他的学生张九成底下的 所以你去看那个宋史 整个就 你就只能找到这一段 你要找到张九成的传 然后这里面有附带了写 那个大会中稿的一些事情 写的很少 那什么地方会写呢 就是佛门 就是佛门的史传 佛门史传会写 这里面就是最会编 最会编史传的就是 应该是还是以禅宗为主 但像那个天台宗的 或者其他的 其他宗派的人也会写 也会写史传 这时候就会把一些重要的出家人 或者是甚至包括世代夫 这些居士 这居士有开悟的 就是都会记在 有开悟的会记在禅门史传里面 禅门史传或佛门史传都可以 那有开悟的世代夫 就记在那里面 那他记的时候会写什么呢 会不会写说 你这个人就是有什么德行上的故事 那当然不会写 因为就是中国人有一个习惯 就是叫做为贤者会 为贤者会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人 也不能说是很好的人 就是说他大体上来讲 他是一个有德行的人 那一个有德行的人 有没有一生当中都 都好好的就是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 不太可能 这种人不多 如果说他真的从头到尾都是一个 都没有找不到瑕疵 那就是圣人才有可能做到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你在跟他看 就是中国人就有一个习惯 一般来讲就是我替你作传的话 我就只写你的好事情 不好的事情我就不会去写 那不好的事情是谁会跟你写上去 就是看你不顺眼的人 那什么人会看佛教的这些 世代夫不太 就是这些居士不顺眼 就是儒家学者 儒家的学者 他们在编 他们在编那个 就是比方编宋史的时候 那你张九成是那个 是那个就是 那个 产宗那边开护的世代夫 你有很多著作 可是我 你写的这东西就是 你那些著作是不是有一些东西 是不是有那种佛教的 把佛教的观念混在里面 他们就认为说这个东西是 你就把那个儒学给混杂了 所以像朱熹他就很 很注重这一点 朱熹 朱熹还写过一个 好像叫杂学 杂学变还是什么的 后面还会再出现 我现在就是没办法记得太清楚 他告诉你说 那个时候朱熹批评 最厉害的就是批评张九成 所以后来张九成 很多著作都不见了 就失传了 所以就是儒家这边的 就是看佛门这些 就是开护的世代夫 不会太顺人 所以你有做错什么事情 他才不跟你客气 他就老老实实地写下来 甚至还要稍微再渲染一下 就是说你哪个地方还不好 有没有这种事件 有的后面还会再讲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有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 就是开悟的人 开悟的人就高到像 高到就是那种就是九霄云外去了 就是那种 那种开悟以后 他马上就成就了 就是不得了的那种德行 马上就变成圣人 甚至有人说开悟以后 就是究竟佛 就有人这样子讲 因为就是那个六祖坛经里面 有一句话讲 悟了即是佛 他又讲这句话 那有的人就是断章取义 就一句话就说 开悟人就是佛 那你为什么 就是只有这点长度 那我们现在就是 要老老实实地告诉你 开悟人到底是 长度到了什么地方 不是我嘴巴讲的算术 就是我要把历史的材料 拿出来给你看 我空口说白话就是没有人要 没有人要会相信我的话 所以这本书是不是很有价值 禅宗的开悟与传承 非常有价值 不然你就 要不然的话 你就把那个禅宗的开悟看得太扁 要不然就把禅宗的开悟看得太高 不管你是看太扁 或者看太高 你就对他就是不如实 不如实的话 你要去这上面做修正 你就会发生问题 所以就是 就是我相信这本书 就是在 就是将来一定会被编入大藏经 我相信 就是现在 现在当然就是 我说编入大藏经 不一定是什么大藏经 可能就是电子佛典 现在电子佛典的话 就是连旅程 映顺 就是一些民国时代的 或者是那个 乃至那个就是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这些学者的书也编进去了 那这东西有那么大的参考价值吗 很多是 就是根本都是错的 但是我相信这本书会被编进去 因为真观就是将来一定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佛教学者 你现在懂得 知道说要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来找我学的 你是怎么讲 你是一个失货的人 我们这个直播课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透过文字打出来 我会当场回答你 其实这个对我来讲的话就是一个考试 就你学生是可以考老师的 我当场回答的东西出来 如果就是没有一点水准的话 就是表示 就是表示我没有智慧 可以这样讲 当然不是说你所有的问题我都可以跟你回答 但是只要是三圣见到的核心法译 基本上我都可以跟你回答 唯除秘义不能跟你讲 其他基本上我都是明白明着说的 所以你后面就跟他看 就是这些悟道的世代福 那到底程度到什么地方 那你开悟以后 你要怎么样看待开悟这件事情 都要从历史里面去找材料 现在台湾有一些新兴中派 他会立一个新的名称 然后也自称自己是蚕食 像其中有一个 就是被当成是诈骗犯来起诉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卖那个灵狐塔位 然后把灵狐塔位吹嘘的就是非常的好 就是好像你要是把那个灵狐 清准的灵狐放到里面去 那就怎么样怎么样了 就萃取他的功效 然后卖的很贵 一个灵狐塔位就是很多年前 大概应该是十几二十年前 应该有二十年了 然后就卖二十万台币 二十几万台币这样子卖 后来就是被对诉了 就是被起诉 然后有时候你会跟他看 就是为什么这些禅师好像 就像现代禅师 好像就是那个 就是品德怎么这么糟 其实如果品德太糟的话 你还是可以怀疑的 就是照着讲是一个开悟的人 就是不应该这么差见 那个就是我们尽量 就现代的这些禅师 就像身材被人家告上法院 什么这些的 当然也不能说 告上法院就一定是他不好 你可以再去仔细看 就是那个检察官 或者法官列出来的那些材料 现代的东西也是一样 比如说你现在自称就是 什么哪一个中派的创始人 有很多人都在吹牛 像贞官 贞官虽然讲我是 实证符号学派的创始人 创中创派的主持 可以这样讲 但是我是很老实的 我就告诉你 我的程度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 实证符号学派 它主要适合的是 大概是出租到实租 这个阶段 以上的东西 我没办法教你 那你要是程度太差的东西 你也不要来找我 怎么那么太差的就是 就是喜欢就是放生啊 或者说就是 就只会就是每天在念佛 就不看什么经的 这种你来找我也没什么用 帮不上什么忙 对不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对于这些 禅宗的开悟的人 有很多的材料写在这本书里面 你要仔细的参考 那再来念一段 又如张俊 是缠门见到的师大夫 做过成相 因为官阶高 影响大 在宋朝的历史上 有重要的地位 宋史张俊传 对他评价甚高 据说这跟他有个好儿子 张氏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他见识不明 错杀抗京名将取端 以及他着于军事 以至有复平 扶离二次大败等故事 却也无法会言 好 现在就讲张俊这个人 张俊是做到宰相 但宋朝没有宰相这个官 名称我已经忘记了 总之皇帝他下面 就是他是官阶最高的一个文人 宋朝绝对是可以称得上 称得上是正法时期 以我现在来看 为什么呢 开悟的人等级可以到丞相 或者宰相 你就可以知道了 然后那个时候 在领导佛教的是什么人物 大会忠告 大会忠告是不是真实开悟的人 所以宋朝绝对是一个正法时期 在宋朝的时候 仍然是正法时期 唐朝的话就是玄奘在的时候 那也是正法时期 就中国有很长的时间 就是佛教都是由 就是有开悟的人来领导 我就说整个佛教 就是大家都 一讲到那个人都会说 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大家就共同推崇他的 而不是说他就说 像现在也有开悟的人 但是开悟的人是怎么样 是被大家 就是被其他的人 就是佛教界其他人 就是骂得一塌糊涂 就是你只能在那种边边角角的地位 就是占一点点位置 这个就不叫正法时期 那是谁占的最大的位置呢 如果是由末法 他讲的就主流是末法 末法 就是根本就没有能证果的 这种说法 这种佛教 去占主流 那就是末法时代 那现在一般来讲 我们认为说 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 大家的佛教界有一个共识 现在就是末法时代 所以末法时代 你就不要那么傻了 就是你不要以为说 谁的名气比较大 你就去找谁 现在末法时代就是 他就是谁的名气越大 他就越不可能是开悟的人 我这样讲的话 可能会很奇怪 但是符合末法时代的特征 如果末法时代 就是你讲的时候 比方说什么 动不动就什么 哪一个什么活佛 或者说什么 就是佛教协会的 这些领导者 像那个时候 就是佛教协会的领导者 我就不说名字了 他是一个出家人 后来就是有那个女色的纠纷 就是他可能是破戒 你想如果说他是一个 就是出世间的圣贤 他可能会这个样子 所以像这些事情 都是末法时代的特征 有时候也很好听的名称 像活佛 或者什么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名称 那个名称取得很好听 或叫大师 或叫什么 这我就不说 我叫什么上人 名称有的都取得很好听 那你都要食指上去考察他 他到底开悟了没有 要是没有开悟 然后他又领导了很多很多的人 得到很多人的推崇 这个就是末法时代的特征 但我现在这样讲的话 就是也许有哪一天 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他就是领导了很多途中 并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我们为了避免自己 你去找到一个 就是没有开悟的名师 这个名师一定是有名的名 有名的名 另外一种也是名师 是明天的名 明天的名 高明的名 高明的老师 这是名师 那有名的老师 就是大家都在推崇他 那个常常不一定 在末法时代特别危险 那你现在就是 我想就是对于大家来说 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搞清楚 真正的禅宗到底是什么 那我讲的每一句话 我都会拿出证据来 我会拿出证据来告诉你 就是真正的禅宗是这个样子 如果别人讲的跟我的不一样 那你就请他拿出证据来 你讲说你这个是真正的禅宗 那请问你 你的证据在哪里 他拿得出证据才怪 就是我读的书 不会比他们少 你如果说就是 你有读真正的禅宗 还把那个就是 还把那个禅宗开悟什么 这些的 讲成那个样子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真的就是像真观这样子就是 就是读了这么多书才跟你讲说 禅宗的开悟是什么 这种人很少 非常非常的少 我不能说没有 也许肖病师老师算是其中 其中一个 但是你也不要就是 就觉得说 好像不管谁 谁讲的 你就不要以为说 他讲的东西就全部都是对的 不能这样子 就是你整个都是 你必须要 不管什么东西都要有证据 就算一个开悟的人 他有时候也会讲错东西 你不能就说 把你的这种法身 法身慧命 堵在一个人身上 这样非常的危险 你到时候 如果说他错了 你也跟着错下来 那你怎么死的 你都不知道 可以这样讲 那我们现在讲说 怎么死的 你都不知道 就是你的法身慧命 就断送了 如果你个人的 肉身的命死掉的话 那下辈子 你很快就再来了 但如果是法身慧命的 断送的话 那常常 有时候要一千个大节 这是非常久的 讲起来是很可怕的 好 那张俊这个人 张俊这个人就是一个丞相 但是跟大家讲一下 我最初在写那个 写我的硕士论文的时候 有些地方好像搞错了 有的地方我把它写成张俊 英俊的俊 这两个都是宋朝历史上的人 而且时代很接近 为什么呢 这个英俊的俊 张俊是一个武将 他是一个武将 然后他是审判岳飞的 其中一个人 我记得他是审判岳飞的 其中一个人 所以这个人的名声 已经整个都臭掉了 好像是在岳飞的树像前面 有三个人跪在地上 不知道有没有张俊这个人 这个人也是 就是现在岳飞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然后他跟那个三点水的那个俊 发音都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我写的时候 好像有些 最初我是把这两个人搞混了 就怎么有一个是英俊的俊 有一个地方是那个苏俊的俊 这个请大家 就是你自己弄清楚 因为时代太近了 那个字又长得很像 发音又一样 很容易搞错 这个张俊 三点水的这个俊 他是课前原物大师的学生 所以实际上 然后那个大会宗搞 也是课前原物的学生 所以你会看到说 这两个人 其实他们是十种地的这种关系 三点水这个俊 张俊 那个张俊对于那个大会宗搞的影响也蛮大 因为张俊曾经就是 就是跟朝廷讲说 这个大会宗搞 就是我们应该请他到什么地方去 红法 或什么之类的 后面我们会再讲 但张俊这个人 应该是一个开悟的人 结果他一生当中 有一件事情做得非常的不光彩 就是他把一个就是抗金的名将 曲端把他杀了 就是杀的就是莫名其妙 就是我得到的材料是怎么样 就是说他那时候那个曲端 曲端到那个就是 就是这个张俊就把他抓起来 抓起来就是找人去审判他 找他的一个仇人去审判他 然后就是把他考达到就是非常的口渴的时候 他说他要喝水 那人家拿什么给他喝 这是我在史书上面看到 就拿烈酒给他喝 比如说拿那个就是白酒 拿白酒给他喝 因为口渴的人拿白酒给他喝 他一看到这个白酒 他就知道就人家想要把他想要整死他 就泪如雨下 但是他还是把他喝下去了 因为反正就是在留在那里 都也是平白被人家被人家拷打而已 所以他就认命了就这样死了 所以后来就是很多人都批评张俊 就是这个人根本就是无罪的 你为什么要把他杀了 然后张俊自己带兵去打仗都很不行 就是又两次失败的非常非常的惨 这个历史书上都有写 那有的人就会说 那如果说这个雾带的世代夫 有人不是有人在讲吗 就是开户以后不是会有六通吗 那你应该发起天眼通吗 你有天眼通有天耳通的人 你就打仗还会输吗 你不应该会输 为什么你看到敌边过来的时候 你看不是对手 你就赶快留啊 然后就是你还可以趁机去偷袭 就是住宅在某些地方的敌军 他们没准备 你可以偷袭的 你用更多的 你带更多的人去把他们包围起来 对不对 所以我后来就是有提到 岳飞打仗没有输过 岳飞 岳飞很会打仗 就算不能赢了 他也能够就是脱得了身 岳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将领 但是那时候南宋就整个都好像是溃烂掉了一样 这个区端也很会打仗的 也能够带兵去跟金人抗衡的 区端跟岳飞都莫名其妙了 都被下狱而死 所以你跟他看 岳飞不需要开悟 他也不需要有神通 他打仗都会打赢 只有张俊 开悟了反而打仗打输了 那你觉得怎么样 那你觉得就是开悟的人 就是会有六通吗 当然是不太可能 那个就是 矮令他问 正法过后留在人间的 留在人间的弘法菩萨 弘法菩萨 为啥没有特别高阶位的如等觉 这我也不知道 如果有等觉菩萨还继续在人间的话 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安排的 其实等觉菩萨是有在人间 而且人数可能不会太少 说不定几万人都有 因为等觉菩萨 他弄一个异生生出来的话 就是他不需要亲自来 他就是很多个世界 他弄一个异生生出来 那个就是 就是人间如果有很多等觉菩萨的异生神 异生生就是变化神 在人间我相信都有 但是他们就是时代不对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 不会就是用等觉菩萨的这种形象出现 现在8点19分了 我想我们就休息一下 等下8点25分的时候继续讲 那刚才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没有回答的 我就等一下就是再来回答 现在有问题的人 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就是把它就是打出来 好了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来回答问题 有一位说 1700因为心脏肥大积水去世 分析其大哥也是因为心脏积水多年前去世 其二哥也存在心脏病 从佛学分析其阿赖耶士 应该与其两位兄长不同 从西方医学分析 应该是父母遗传 请问佛学上如何解惑呢 就是说现在科学家找到了这些证据 比方说遗传 这遗传这些都没有错 你不能说遗传就不是了 那遗传只是显示出来的样子 但是为什么你会去 就是业力很接近的人 比方说都是应该得心脏病的人 就让他有这种心脏病的 这种基因的缺陷 所以就是当他们去投胎的时候 就是他的业力就是比较接近的 这是佛教的解释 所以你说是遗传造成的 那我们就是我们也不会否认 但是你为什么会去投胎到这里去 这就是也是要业力带你去的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那有一位他问 不是剧中的什么都不是 是否指无声意 可以这样讲 这个详细的我就不在这里说了 你去参考那个 那个维摩结晶实证 那还有一位问 意识可能在AI中存在 AI当中 它会表现出 看起来有意识的样子 但是佛教里面讲的 这个意识是要有情才会有的 那意识在运转的时候 那后面一定还要有第七识跟第八识 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在那个 就是说我们这些人 就是已经开悟的人 就你知道第八识是干什么的 你就知道第八识是不可能变生出来的 第八识一定是不增不减 所以说你说AI到底有没有意思 以我们来看到 我告诉你就是没有 只是看起来有点像而已 还有一位问 为何说南淮景悟错了 它的住宿在大陆很广泛 是哪里有问题呢 就是 就是以前我曾经看过他写的那个 他住的 他解释的那个远绝境 这里面的错误是蛮荒唐的 那个 我跟大家讲 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判断他没有开悟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说他写的书 从来都没有触及到第八识真正的作用 应该要这么看 他的书我看了不少 所以我绝对可以下断言 那个因为我现在没有打算要写那个现代 现代的这种 比如说现代的佛教史 有人已经开始在写 比方说那个 陈斌跟那个邓子梅 他们他们有有有写 好像是二十世纪的什么佛教什么 就是类似这种书名 陈斌和邓子梅 就是我的书里面也有引用他的 这个我的书里面也引用了这个 这个这本书吗 那我在就我在看那个南外景的书 南外景的书我看的非常多 就是我差不多我年轻的时候都基本上认为南外景是一个真正开悟的人 后来就是等到我破诊的时候 就我以前认为开悟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那个 那个临县正佛中的鲁圣燕 或者叫脸神活佛 那时候我是他的学生 二十几年都是他的学生 归翼了二十年 二十多年 才知道他没开悟 那南外景也是要 就是我开悟之后 去看他们的书 我就知道这个很显然是错的 我跟你讲哪里问题 就在于他从来没有提到第八四是怎么运作的 就这么简单 从来没有说过 甚至连一句话 稍微用什么东西稍微暗示一下 他都不常有过 然后有些东西他讲的时候就是错的 所以在我来看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那我如果跟你讲得太仔细 对你来讲也没有什么用处 你现在就是必须要知道 就是禅宗的开悟到底是误个什么 那我的经教医学在哪里 如果说他们没有办法通过这些经教的检查 那很明显他们的开悟就是假的 就是错的 那个还有一位问 学佛很久没有遇到名师 遇到的都是一些胡扯的人 需要忏悔一下业障吗 怕来世还是如此耽误时间 你是应该忏悔业障啊 但是我觉得更好的方法是 就是你在最初在学的时候 你一定就是要有依法不依人的精神 然后你要特别注重四义三量 四义三量是 那个四义就是 刚才依法不依人是其中一个 一义不依语 依法不依人 医疗益经不依不疗益经 医治不医事 三量就是 限量 笔量 正教量 那这里面对于一个 对于一个刚刚开始学的人 他要注重什么呢 他要第一个要依义不依语 就是你要懂一点文字 就是语言学 不需要非常非常的懂 其实你看我的书也就够了 就是下个礼拜是在讲语言学 所以你就多少知道一下 就是你这样才知道 才会知道就是佛经里面 有时候就是 为什么有时候 比方说一个阿赖耶士 他出现在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 意思竟然不一样 或者说不一样的词 那指向的意思竟然都是阿赖耶士 这个你如果没有语言学的知识的话 你会被 会被这个搞混掉 然后就是 你要去注重那种 你要去找的老师 假如说 我现在定义说开悟是这个样子 那你说你有没有尽叫依据 你要问他这一句 你有没有尽叫依据 他不要说我是大禅师 我开悟 就是我讲了 我说了算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要小心了 因为你没有 他没有拿不出什么证据来 像真观跟你讲说 开悟是要正解阿赖耶士 我就告诉你证据在哪里 尽叫你们哪什么地方是讲 要正解阿赖耶士 真观是会告诉你开悟是 我用很简单的定义告诉你 然后还告诉你就是经教依据在哪里 你如果注重三量的话 你一个人就是信口开合 讲开悟什么 是可以飞到天上去 或钻到地底下去 这根本都不是开悟 或者说他的 他是什么 有多么大的加持力 什么他有多好神通 这个都不是开悟的标准 所以如果说他不能讲出说 开悟到底开悟个什么 然后也不能告诉你 就是这个开悟 他的经教依据在哪里 讲不出来的 那你就直接把他pass掉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人不注重经教 不注重经教的话 很多不靠谱的话 讲出来 你都没办法去检查他 那你如果假设你现在就觉得说 真官是一个真实证悟的人 那我讲的东西呢 是就是都是有依据的 你如果能够肯定这一点的话 你要想办法跟真官多结一点缘 怎么结缘呢 看我的书听我的课 然后呢就真官需要红法的经费 就你能力 能力就是所及的范围 就你要就是怎么讲 就是多少要赞助 不要就是老是在那边听免费的课程 就你用这种方式跟我结缘 你下辈子很容易又会碰到我 因为我们两边的如来这样都有记录 那下辈子一看一碰到 当然就是很容易你就对上了 但是我跟大家讲 就是你还是要依法不依人 不要觉得说就是以后就 生生世世跟着 跟着我就好了 跟着真官 就是不要发这种愿 因为发这种愿到戏服的很厉害 就是如果我有什么事情 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 然后什么的 你找不到我你就麻烦了 所以就是就是你 你知道这个人是个善知识 或者说他可能是个善知识 比方说有一半的机会是善知识 先供养再说嘛 为什么 供养错了就是你损失也不大 对不对 因为你供养一个破戒的人的话 你都有一千倍的 就是供养一个破戒的人 供养一产体都有一千倍的果报 那如果供养对了一个真善知识 是无量报 所以你要不要供养 没有关系 你就是有 反正你现在这个人说他开悟人 那我现在暂时判断不了 没关系 我就先供养再说 就是你经过这样子 就是去这样子 去稍微去这样去试试看 如果说你不是很确定 你就供养少一点 如果比较肯定 就供养多一点 你用这种方式 就好像是那个 好像普遍的 就是去 去到处去参访 你总会碰到一个真实开悟的人 然后你碰到以后 你就是要看他 比对他讲的东西 是不是符合三量 限量比量正教量 有些限量东西 是可以直接告诉你 就是告诉你的时候 你就自己可以去检查 说他讲的没有错 比方说意识 如果像那个 他说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心是第八识 那不对啊 那我睡着的时候 就是第八识就已经 就是就 既不清也不楚 就不清不楚 那那个时候 如果没有第八识的话 那人为什么又还能够活着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在我们在论证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告诉你 哪个东西是限量 我会举出一些 你也可以限观的到的东西 来作为证据 这就是三量 就是三量都要注重 而不是只在那边讲 警教怎么说的 如果讲了老半天 每次都在解释 警教 那自己没有半点 限量观察 这种老师 也不是开悟的人 这我也可以跟你讲 因为你现在来上我课 我跟你讲说 我开悟了 我要拿点东西来 让你看看 要跟你讲说 就是要显示出 哪些东西 是我限量观察的东西 我里面会讲一些 不会完全没讲 那我也会跟你讲一些 就是你可以限量 观察得到的东西 你经过这样比对 用三量去比对 你当然就知道 哪些老师 是比较有可能是开悟了 或者说 你可以80% 甚至90% 95% 确定 这个应该是一个开悟的人 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多跟他亲近 多跟他结缘 这样你就 甚至会常常碰到他 说不定 说不定就是 也许我就是 我现在已经发了愿了 就是每一世都 都要来到这个索国世界 直到 直到就是 那个政法灭尽的那一天 那一世我都还会再来 所以你跟我结缘的话 你也 如果说你也是想要 一直来人间的话 就跟我结缘的话 是肯定会碰上的 就这样子 那有人问说 是不是我们之前都是开悟 后来到人间就迷失了 绝大部分的人不是这样子 像 像我 我很显然是 就是我看自己这一世的 这个样子 很显然我上辈子就是开悟的 为什么 因为同样是 同样是开悟的人 这两 这很多人 你可以拿来比较一下 有的人就开悟 他都没有什么功德受用 那有的人开悟 又像我这种情况 这样 就是我可以把很多佛法 都这样子连接起来 那功德受用特别的好 然后也能够发起 正如三昧 所以我很显然就是 上辈子就开悟过了 那我来到人间的时候 我还是一样就是没开悟 那一段时间我可以讲说 我是来到人间就暂时迷失了 几十年 是几十年 因为我是1999年才破产的 才破产1999年的冬至 那我是1961年生的 你看这是 那个时候我都已经38岁了 好几十年 但这有没有什么影响 你不用担心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我在开悟的时候 我在干什么事情 我在那个一个政府基金会里面上班 我后来我去看我自己的行为 就是我就是一个 就是很守法的人 就是你要来收买 我门都没有 就是我已经养成了习惯 就是我过去式的一些 就是我该怎么做 我自然就会怎么做 这你完全不用担心 所以你不用怕迷失的问题 因为你已经 比方说你遵守菩萨界 遵守五界 这个很多事都是这个样子 你来到人间 你当然还是会延续过去式的那些习惯 然后你一碰到政法 你很快就开悟 我这次读萨老师 萨平石老师的书 半年 只有半年我就开悟了 好 下一个问题 弟子对南淮景老师非常遵从 也请求老师做一些解释 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南淮景的书了 所以呢就是 就是我当时 我判断他没有开悟的那些 他讲的那些话 我现在已经记不住了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大家讲 南淮景真的没有讲过一句 就是实实在在的话 没有讲过一句话 指出第八识是怎么作用的 没有讲过 真的 只有看起来很像开悟的那些话 但是就是我开悟以后去看他的书 连一句都没有讲过 就是找不到半句 他还露出了一些破证 不然这样子了 就是你如果觉得需要 需要这件事情这么重要的话 你就找出一句认为说 这句话是有开悟的 你来告诉我 然后我来跟你讲 好不好 这样子 不然的话就是我现在也没有时间 你先去看他的书 一看都要看很久 还有一位他在那边问 得精神分裂的妄想和幻觉是怎么产生的 怎么通过修行时证佛教治好 那个是这样子就是说精神分裂跟妄想 就是你一定是先前你就已经在取向分别 取向的很厉害 取向分别越厉害的人 他就越容易得精神病 那你问说就是要怎么样的 才能够去修时证佛教 把他治好 就是时证佛教在这个时候 就是使不上力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众生的无名 这是很厉害的 众生业力不可思议 众生业力不可思议 是不可思议 他跟诸佛菩萨的智慧神通 是可以相抗衡的 所以已经到了就是有妄想症 什么精神分裂的这种程度的时候 你就不要让他再学佛了 你应该呢 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要依靠 就是那个精神科的医生 这还比较有用 要先把那病情先控制起来 好 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极限 就是我们 像我们这个实证佛教 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学的 没有办法适合所有人 我们只适合就是 闻思快要成熟的那些人 还有就是你的修正 已经超过了十 那个十柱菩萨的以上了 你也不用来看我的书了 因为我的书没有讲那么多 最多到十 那个到第十柱而已 有一位他问 既然一切法无生 是真如实相 为什么还有第八是生这生那 第八是生这生那 生出来也都是幻象 比方说你现在 你到电影院去看 就一个电影的放映机 放出了那么多影像 那到底有没有这些东西出生呢 里面有一个人 那个人是真的有吗 不是真的有吗 那第八是出生 比方说出生就是旅真观 这个五蕴生 那五蕴生只是一个假象 那不是真的出生过 这样大家能不能明白 就是这个是如梦如幻 你摸摸自己 这个是如梦如幻 所有的这些五蕴 三的大地 这全部都是如梦如幻 所以他不是真的出生过 他是有一个如梦如幻的东西 产生了 但他就是一个假的东西 不是真的 就所以用这个观点说 他是本来无声 那那个朱蒙他又问 老师这个说法 弟子可以接受 就是南淮 南师的讲法里 触及地八是 是如何运作的 这部分很少 其实是没有 或者说他讲的是 那个经典里面讲的 并不是他限量观察的 我讲的 我讲的又很多都是 我限量观察的 还有就是我为什么 能够就是疾风 藏出不穷 我在说法的话 是疾风是一堆的 每分每秒 甚至每秒钟都有疾风的 在哪里 我不跟你讲 我如果在这个地方 就是故意撒谎的话 就是大网语 真观可以跟你讲 我知道果报的严重性 绝对不会骗你 当然这个不足为奇 就是我这样讲 也不能保证 我的话就是对的 但你可以看 我所引用的这些经教 是不是都是在支持 就是说 真观就是懂得这些东西 有一位问 生这生那 其实是无声 没有错 是这样没错 那有人又问说 南怀景老师修的是 圣文法吧 其实连圣文法都不是 他修的是一种 就是他修的冲击量 是相法 南怀景老师讲的是 相法佛教 就是你要看他的书 要能够开悟 很困难 非常困难 除非说你自己 有检测正法的能力 好了 那我们就回答到这里 接下来只剩下十分钟了 我想大家可能问题都问得差不多了 我就继续再讲一段吧 另一位悟道的丞相张商英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他在禅门中享有盛名 包括宗稿在内 对他都非常称赞 加泰普登陆记载 他临死前 口战仪表 命子弟书之 额取睡枕 至门窗上 生如雷震 众经 视之以轰矣 此得潇洒自在 不愧是一个悟道者 可是宋使却评论他 商英以轻蔽之行 且忠职之名 莫齿油箭包称 其其事如此 一个悟道者 在正史中 竟落到这样的评语 不免让人恶万 好了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另外一个开悟的丞相张商英 他张商英 他 商英是他的名字 那他是自天觉 那一般来讲 他有个号叫武进 所以就是你在看那个禅门史传 里面大部分 大部分都说 他是张无尽 他是一个开悟的人 连大卫宗稿都肯定的人 然后呢 在史书上里面 就是他还做到丞相 就跟张俊 他是比张俊还要早的人 就这个人 他是那个时候怎么讲 在他之前当丞相人 是叫蔡经 蔡经是一个奸臣 然后呢 就是张商英 上来以后 就是大家都其实是很尝赞他的 可是呢 就是人家看他不顺眼 就是这些写史书的人 看他不顺眼 就说他是以轻疲之行 轻疲之行就是 做事不遵循正道 请就是歪的意思 这个疲就是走路 好像是有点跛脚这样子 切忠之之明 就是人家是认为他是一个忠之之 就是一般人认为他是一个忠之的人 莫此由见包成 意思就是说 他死掉的时候 还大家都在称赞他 那写史书的人不以为然 说其妻是如此 他欺骗世人到了这种地步了 其实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 认为张商英是一个 就是一个骗子 是一个骗子 是这个写史书的人的意见 对不对 然后你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他死掉的时候 很多人在称赞他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那他到底值不值得的尊敬 或者他到底是不是一个骗子 不知道 应该要这么讲 你应该就是要承认自己 因为你不是当时的人 但是这里面有没有记载客观事实 是有记载的 他死掉的时候很多人在称赞他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那他到底是不是一个 就是正直的人 我们不晓得 最多就是这样子 你看东西你要看到这种长度 好了剩下时间不多 我再来回答一个问题 就有一个人问 当我心静时知道如梦如幻 但在做事 遇上事实 就什么也都好像真的 这种情况也不奇怪 就是说你必须 就是要形成智慧力 智慧力的话 它是属于 智慧力 智慧力它是属于武力 里面其中的一种 大家知道就是 佛教有所谓的三十七道品 其中有一个五根 还有武力 五根它是信进念定慧 信根 经进根 念根 定根 慧根 那武力的话就是信力 经进力 念力 定力 跟慧力 根跟力有什么差别呢 根就是已经有生根了 就是它会继续的增长 那力的话就产生力量 那为什么就是你平常没事的时候 你就觉得心境的时候如梦如幻 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修了 可以说你是有 有 有这个慧梗 可以这样讲 但是碰到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使不上力 就是你没有慧力 那慧力 有跟没有也不是绝对的 而是说你要慢慢的增长 增长到一种地步的时候 可以让你就是 就是串习起来 碰到什么事情都能够立刻决断 这样才是才是慧力 就不会被眼前的这些东西 说不会被他迷惑了 这个很不容易 就是碰到重要的事情的话 我们常常都会就是 会离开这个部分 就又开始取向分别了 我讲的是实话 包括我自己在内 所以你不要把开悟的 或者七柱以上的普刀 就看得太高不用了 为什么七柱菩萨 为什么有时候会生起气来 或者做出一些 你想不到的事情 都就从这里来的 你要知道就是七柱菩萨 七柱菩萨 他可能 就是可能 他们解脱到的果位 可能只有到出国而已 那十柱菩萨大概就是解脱到的果位 应该是二柱菩萨 然后二柱菩萨一直到他要就是把滩萨给舍掉 把断掉 要多久呢 要快要正出地的时候 才把这些东西都解决了 这要将近一个阿诚七柱 这时间非常长 为什么会拖到这么久呢 主要的原因是 菩萨到刻意保留了谈爱 刻意保留他在保留的那么久 这是主要的原因 如果他是修身文法 他早就正得了 好 那我们再回答下一个问题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精神崩溃 似的疯狂 接触实证佛教 对我这精神崩溃的还是有用的 刚接触那时候就很欣喜 我想你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一般人就是已经精神不好的时候 我说精神分裂的人 你讲的这精神崩溃应该还不到 还不到那个就是精神病的程度 其实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学员 他就有一段时间就是类似精神病 后来他是需要靠药物控制的 那他需要药物控制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觉得就是人死掉以后什么都没有 就是他就没有办法想象 就是说人活在既然是这样的 活在这世间又有什么用处呢 他就因为这个关系就是弄到 他就是变成需要持药来控制他的状态 那后来就是他控制下来以后 他就认识了我 他是就是跟我很亲近的人 就是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学校会常常碰到 我在读博士的时候 他是硕士 我就每个礼拜都会来听我讲课 然后他认识我以后 这个问题就基本上就解决了 为什么 因为他就知道 知道人是有轮回的 就是未来是人不会什么都没有 如果说你的精神崩溃是属于这种情况造成 这种就对你有用 如果说你一定到产生幻觉 什么幻听幻视幻听那些的 就基本上没有办法 所以就要看你 看你就是说精神崩溃的原因 有一位他就问 为何古代高官开悟多 社会的生产力却落后 百姓生活苦呢 我跟大家讲就是说 你可能会产生一种怀疑吗 有那么多开悟的人 照理讲社会的福报应该水准会往上升 但是不见得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主要就是说 比方说像大会中稿 那时候不是很多人去供养他吗 那这些人这些状况 那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好像开悟人变少了 然后好像我们的生产力却比较高 福报也比较好 这个事情你要这么看待 就是你当时在宋朝的时候 你去供养大会中稿 那个果报不会马上现前 那如果你在人间继续待下来 你没有发现就是先前 正果的这些人 你去供养正果的这些人 他又来到人间了 那就是一代一代的累积下来的话 一直都有正果的人的话 那当然是往后 往后的那个经济发展会比较好 而不是当时就看出来 所以我是这么看待 我不骗你 我真的是这样子 现在很多人在研究这个 很多就是研究为师的 你动不动就在研究这个 但是我为什么一直不想去那种看这个 这个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 我告诉你这个原因 你要不要信我就 我就 我就管不了了 总之这个不是就是开悟之前该看的 甚至你开悟之后 到我这个程度 我都还不想先去看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在比较后面的顺序 所以我不回答这个问题 就这样子 那再回答一个问题 拿当时的宋朝和其他国家比 宋朝是全世界最富足的 没有错 没有错 宋朝那种富足的长度 就是甚至超过 后面的朝代都比不上宋朝 宋朝的生产力非常的高 元朝明朝清朝都远远比不上宋朝 宋朝当时可能就是 它的生产力可能是全世界的三分之二 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 非常的高明 好了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礼拜我们讲的是那个语言与人生 是语言学 然后再下一个礼拜才是讲 继续讲这个 好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来听课 好那我就结束直播了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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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